嗨大家好我是不是闷 今天的视频标题里面你已经看到了 开始进行我的断舍离计划了 真的是以前买一些一样的东西太上头了 有的东西真的囤了很多 或者说在当时看来觉得猎奇买回来新鲜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完全没有用到他身上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行动也证明 就这个东西放在我手上也确实是浪费 还不如把它转给更会喜欢他 更会用到他的人 最好的行动起来的办法 就是录一个视频 过一过我手上的这些文具 也顺便就是看到这些东西 就聊一聊他们各自特点什么的 也许落一点文具的科 也有一些同学会喜欢听 所以我今天想说就先来个第一集 从本子开始 首先拿出来这样一录 其实是没有放进书架里面的 拿开了这些才能拿到书架里面的东西 但这些我大致的看了一下 应该是不会出的 就天哪 怎么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开端呢 首先这一套是非常珍贵的一套 令和元年的一套纪念的campus小的本子 你看手掌大小的本子 这个是当时国狱的某个活动的时候 现场送的礼物 所以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 然后也是礼物 我也肯定不会把它除掉 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这些封面 就每一个都不一样 然后做了单独的颜色 你看然后都是不同字体的一 注意到了吗 超级好看 就这一套 我连用都不太舍得用 所以肯定是会留着的 然后这一本呢 也是国语的Drawing Diary 2019 其实当时我本来想用这个本子来着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浅浅的蓝色的小方格 那这个本子如果好好利用的话 我觉得用法非常多 包括它旁边做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纸也不错 我一开始做了一个纸张测试 在这个月计划上 借人家的格子做纸张测试 然后看反面还是蛮OK的 就是荧光笔的这个开头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点透过来了 其他都没有问题 当时用这个本子 我就想说如果做子弹日记的话 这个肯定超级好 但是我还有在我的小号说过 就是每年我都有那么的一阵子 真的非常希望我能成为一个 我能成为一个做子弹日记的人 但是每次也就那么想一想 就没有真正的去实践这个事情 说不定未来有一天 我会真的做一做子弹日记 说不定呢对不对 接下来这些全部都是国语野账 各种不同的主题的一些限定野账 我很怕限定这种东西 你说你手上本来就是一整套限定 然后你把它拆了又 对吧就那个感觉又不完整了 然后你把它留着 你又真的用不了那么多 这只是我的一部分野账 我还有呢后面整理到了再拿出来给大家看 那简单的看一下它封面吧 这个是之前野账60周年 然后上海国语 哈克展上面出的这个限定 一个黑色加一个金标的这个地方 蛮好看的 然后这些都是限定 就是这种甜品的这个主题的 你看各种这个奶油色的我特别喜欢 军绿色的跟之前那个黑色是一个系列的 这个野账就是小小包包的 其实如果真的用起来的话 想说用完一本还是蛮快的 但是你们也知道就是有那么多文具 你真的啥时候才能轮到用它们呢 真的 东西都是很好东西 但是放在我手上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糟蹋感 怎么办 这个深蓝色配这个猫的这个也超级好看 然后这样 白色这个好上镜啊 我的妈呀 这一桌就是没法出啊 那这本又写了2019的日期 而且我自己也已经写了字 我想说算了吧 好 第一波出闲之失败 首先过了一路 那个不准备出的本子 天呐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会成为 我当年那个room tour视频的一个补充版 就当时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些柜子里面说 哦这里是本子那里是书衣 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其实大家并没有真的去看 每一个都是什么本子 天呐 这个视频很恐怖 我自己都不是很敢看 里面就是有一些新的 有一些用过几页的 有一些用完了的 都在那个柜子里面 有一些可能自己买了多少年了 自己都忘记了的一些东西 好可怕呀 首先是一个这个TN的水彩本 是Steelman & Bern这个品牌的纸张做的 这个品牌大家了解的话 它有非常多个系列 这个呢是Zeta系列 我现在这两年用他家本子用的少了 我都有点忘记 它每一个系列的纸张的特性是什么了 就是说到用TN去画水彩的话 我绝对第一推荐的就是这个系列的 其实它是淘宝上的一家店 去购买了这个品牌的纸 然后自己去裁剪 做成的这样的本子 TN的那个小册子不是很薄吗 水彩纸又很厚 所以这样一个小本子里面 其实没有几页 当时就上头了 我就觉得这种本子 那不是画一两个星期就画完了吗 所以我当时囤了巨多 你们接下来会看到的 这是一个Zeta的 这个系列我肯定有很多要出 就是我觉得每个系列留一本就好了 如果我真的用完了它 我再去买它 我真的以后再也不想说 这个东西多囤几个这种事情了 我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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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要这样子了 这样真的很可怕 这某一次我在TN的官网下单的时候 带了一个本子 它呢是一个正常的TN标准尺寸 但是它的厚度是一般TN本子的一半 所以它叫Short Trip 二分之一的 它是一般本子厚度的二分之一 适合你一个短途旅行去填写的 这样一个厚度的本子 我也就建议一本 这个可以留着吧 我觉得 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在弹幕里发给我啊 到时候我回头来看大家的建议 然后呢 这个本子是我以前订阅日本的那个 stationary box 那个文具盒子的时候 里面有一次送的一个 也不是送的 还不是自己钱买的吗 里面有一期呢 里面有给这样一个本子 它跟日常正常的TN比高度一样 但是宽度比它要窄 这个其实应该是A5尺寸的三分之一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它有说它适合各种的铅笔万年笔 好的 下面我都不认识 反正就是适合各种笔就对了 这个纸张是蛮好的 其实后来这个系列的本子也挺火 当时我收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它还没火起来呢 抢了个仙机 又有什么用呢 又没有用它 完全新的 但是我这个本子好像就一两本 我先把它放到放在留的这一摊里面 这里是要留着的 这个 这个是 哇塞 这视频才开始多久 我就已经有不认识的了 这是我在TN官网下单的一本小书 这个不是本子 混进来的 混进来的 这个我放出来吧 免得又放回书架上了 好 一个全新的本子是TN家的线圈本 我特别喜欢TN家的线圈本 我之前还有快用完过一个 我记得 这个是泛美系列的 泛美系列的 整个系列的每一样都非常舒服 就是那个设计看着非常舒服 你看这个风格如何 这是一个口袋本 不过全都是天蓝色的纸张 这个也是MD的纸 但是是印的天蓝色 这个我肯定要留着啊 就是口袋本是很好用的 你放一些小票 或者朋友寄给你的一些小纸条 就是上面有朋友亲笔写的字啊 画了画那种东西 就蛮好的 我之前开的一本 是一个普通版的口袋本 我有在用 其实好像几年前的视频里 就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很多人长草 都有去买 我记得 这又是 就是小册子吧 拿来可以当素材用 感觉都泛黄了 其实它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就这些东西 怎么都混在那个书架上 天哪 这是当时买的这个小书签 一组是六个吧 我这用了三个 还剩三个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 别在那个本子上面 当做一个小书签 是黄铜制的 这个也不应该放在本子的区域里啊 然后各种TN配件 你看全部混进去了 这怎么得了 这是一个护照TN的小口袋 有拉链带 有两个卡位 拿出来 这个是一个小文件加A5折三下 A5折两下吧 变成三分之一 然后是东京地铁的这个标志的 我当时以为这是个电板 你们知道吗 我才买的它 然后收到之后发现是个这东西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 但是看又蛮好看的 这个我应该留着吗 应该留着打一 应该出掉打二 这个犹豫不决的放这里 填着我有两个 那肯定怎么都得出掉一个吧 我应该出掉一个还是两个 请大家在弹幕里给我一点建议好吗 我买了两个 why 不过确实很好看了 因为很好看 所以又买了一个 出掉了 先放这里 这个是泛美的拉链带 这个肯定要留着 它超好看的 我跟大家讲过吧 我买的第一本TN 就是泛美兰TN 有品味吧 正好赶上那个时候了 哇塞 这是什么 长毛了吗 它 我的天哪 这是有虫子在里面吐了丝吗 发生了什么 这是 擦掉了 大家放心 我不会把这个长毛了的除掉的 我是要留着的 配件放在这边吧 然后这个是我好早年的时候 买的一个TN的 就是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夹在TN里的这种收纳 我每次说TN 都有很多人听成TN 对不对 听成Sky TN 然后呢 这个就是颜色蛮活泼 这是手做的 用布做的 这边是一个拉链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上面要的吊坠的字母 就选了不是闷的布 拉开里面是一个空口袋 哇 这样的视频录起来还蛮开心的 就是刀刀刀 讲一些文句 同志们 里面有素材 我的天哪 嗯 放回去吧 没事 你就待在里面吧 什么时候找到都是一个惊喜 然后它这边用的是这种小爱心的布 然后搭配这个熊的布 可见当年的我的品位啊 跟现在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虽然我现在看这个我也觉得有它 这个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确实跟我后来买的一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像了 对不对呢 又是一个这个护照的这个橡皮筋 天啊 这个我才用掉一个 这个是黄铜的TN官方出的 你可以把它就是缝在你看这里不是有两个小孔吗 你可以把它缝在你的皮质封面的那个封面上 你也可以把它用背后附给你的这个胶黏在那个封面上 都可以 配件这都配件 这是十周年的时候的一个纪念册 我有买这个小天 当时送的这个可能是 好了 这都放了一块吧 然后来了一本内心 终于来了一本内心 泛美 哇哇哇哇 天老爷啊 这年代久远了哦 哦 当年写的字都跟现在不一样 这个blog写的像blog一样 什么鬼啊 哇跟我现在画的笑脸也不一样 看来我这么多年一直很爱画笑脸 但是我现在画的笑脸 我会把眼睛画成两个竖线 以前是画咪咪眼 天热 不是闷点抗我们这个网站早就已经服务器停了 好丢人啊 我的妈呀 来来来来来 我当时啊还在写博客呢 写那个图文 你看 first post is out there 不是闷点抗 2015年9月11号 然后我当时是测评了 泰米家的音乐家系列的实用感受 然后我要做试色 拍照 写稿 校正 发稿 日期 我的天 拍照 研究一下 然后写2016年的 Hobo开箱 本周末 稿出来 发布 哎呀 我的青松岁月 这就是我的博主之路 开始的 那一刻 真的 这是我所 就是我当时还没有做视频 我一开始是写一些图文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们看啊 这就是我当时的 哎 这就是我当时的手帐吧 可以说 为什么每个人的手帐一开始都是这样的风格啊 就是这些素材之雷同 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审美之局限 对吧 啊 还写了几页 但是没有写到一半 离一半还差一点 这 我这种尴尬的本子可多了呢 但是我也不是那么介意了 这种事就还好 我任何时候可以把后面随便用起来都无所谓 然后有一堆新东西出现 其实这些都以前的开箱里给大家看过 然后就一直就放进书架里没有在动过 很可惜的 真的 这个是线圈本 哎 这种视频可能真的没啥信息量 也可以说信息量很大啊 就看你们对这些东西感不感兴趣了 我经常收到一些朋友给我留言 说不是闷 你看看你现在的视频都多水啊 你以前的视频满满的干货 对吧 你现在的视频一点都不好看 讲话腔调又怪什么的 就朋友们 我做视频做了这么久 我没有发现 我现在的视频干货没有一千多吗 你觉得 干货这个东西 不是你多吃几口饭就长出来了的 它是需要时间积累 需要时间去思考的 这样说没错吧 你一开始刚做视频的时候 你已经玩了一段时间文具了 你自然能拿出来的干货比较多呀 那你渐渐的把那些都跟大家分享过一遍之后 你不就又需要时间再去生长出新的干货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 然后呢 这是一个刚才看到那种像放素材啊 放照片一样 这我应该就一个可以留吧 不接受反驳啊 反驳无效啊 你们 然后这是一个这个文件袋 我当时买了一套 就是可以贴在一些本子的外面 留 怎么回事 不要告诉我里面啊 你看里面是这样子的 可以留吧 不一样啊 它里面是纸的口袋 是横板的 对吧 可以留吧 哎呦我天 怎么又来个草原 是不是跟这一样啊 难道 一样的 一样的吗 好 一毛一样的 出一个 这个是贴纸 贴纸贴纸 是当时在香港log on的一个限定的贴纸 贴纸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尴尬啊 它这两个粘到一起了 包里撕开 这也是一个贴纸 十周年的贴纸 这个又竖板的那个信封 横板和竖板不一样的咯 可以留着咯 这个是我以前收到的一个礼物 是手工做的一个裸色的皮 做的这样一个收纳 我以为是放钢笔的 其实想放钢笔也可以的 但是其实它里面是可以放这种卡纸吧 这个卡纸是那个柚纸他们家的 就是这样一落纸 正好放在这个里面 可以适合做什么钢笔试色呀 或者给朋友写一个小条啊 什么那种 很棒吧 这个看着很有气质吧 天呐 这个出一个吧 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对不对 这是啥 我都想不起来了 好尴尬哦 这是一个线圈本 真的没有一点线索 哦 这好像是我在新西兰当地买的一个本子 short hand 哦 这是给左撇子用的本子 里面有80张横线的纸张 the lefty 这是给左撇子用的 所以这个本子是这样子的 往右边翻的这种 自己是右撇子 但是我就是觉得其实左撇子很多呀 但是给左撇子用的文具非常少 这很难找到 所以我一般看到给左撇子设计的文具都会买 就是支持一下 但是其实我自己用不上 我把它放在出掉这个里面吧 看有左撇子的人 看有没有左撇子的人 感兴趣就出给它 这两个本子我一直记忆超深刻的 我是在台湾的礼拜文房具下单 买别的东西的时候 顺便看到带的 他们是日本life出的 就是这个life 玩火焰的同学应该很熟哈 这个牌子 然后呢 这两个都是B5的 粉红 这个西瓜红 这个里边是小方格 浅灰色小方格 纸张是白色的 life家的纸非常好 但是多数常见的呢 是那个黄 偏黄一点的颜色的 有人不太喜欢 这个里面是白的 加浅灰小方格 超完美 这个里面是白色 加浅灰小点点 这两个本子我超好喜欢的 不要让我出掉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用 但这两个本子 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厚 可以留吧 先留了 默默的留 A5尺寸的火焰剃星 三种 都是life家的 但是我都有用过 这种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A5尺寸的剃星 也不是很多 我先把它们放在 留着的部分 还是说这种可以 比如说出一半 因为其实你要说 我把它用完 可能真的很难 而且我现在 目前没有在用 A5尺寸的六孔火焰 这种是应该留 还是应该出呢 life家的这个 一份是100张 里面是 你看 黄色的纸 加浅灰色的小方格 然后这个棕色封皮呢 里面是空白 但是也是黄色的纸 这样 这个浅蓝色封面的 也是黄色的纸 里面是横线 浅灰色的横线 这份横线的 我应该是没有动过的 这个应该空白和小方格 都有用掉一些 这个没动过 这个应该怎么办 这个我不太清楚 听大家的 我先收到一边 这个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在伊东屋买的一个本子 我记忆特别深刻 这个布面 你应该看得出来 但是你想象不到它的手感 你看着它是布 但是你摸起来 那个手感 超妙 很舒服 有点薄薄的绒那个感觉 但是你看着它 你又看不出来 然后这个绿我特喜欢 里面呢 它是 它这个侧面 是这样子的 就打开之后 可以整个摊平这个壳 然后呢 它里面就是这种 哇塞 这个纸一摸质量就爆炸好 首先呢 是可以随便平摊 另外呢 就是浅黄色的 空白的那一叶 这个我一定要留着啊 A5尺寸的吧 应该差不多 这个我很喜欢的 这是个空的 好像 TN的包装 橄榄绿TN的里面 还有橡皮筋什么 我把它们留着 空的 怎么非是 这是哪一个TN呢 茶色的 哦 这是这个 东京那个限定 机场限定了 好 这一摊终于要到最后一个本子了 最后一个本子 比一般的A5要大一些 然后呢 是跨万石 这个牌子出的 里面是85克的纸 可以钢笔书写 这是什么来头啊 完了 我有点忘掉了 这是不是哪个送给我的 或者是跨万石品牌给我的 可能是品牌寄给我的吧 这个它其实平摊 就是比较一般了 你看 也能 中间也不会说 中间也不会说会粘在一起 但是你要整个把它摊平呢 没有那么好 但是纸张真的摸着很舒服 其实这个我愿意出啊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会想要它 我先放在粗的这一块 然后这一摊搞完了 我把它们移一下 我都不知道 这整理了之后 应该放哪去 好尴尬 抱过来这一摺东西 然后书架上的东西 又全部垮下来 我真的心太累了 我觉得开文具店的 也不过如此吧 哎呦 等会咱们一个个的过 这个是之前我好朋友 送给我的一个 Moskin的traveler's journal 我还没有开始用 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送给我的 这包装超级好看 而且是我喜欢的绿 哈哈 翻给你们看一下 还没有给你们展示过 它里面是这样 标准的 Moskin的一个 这个包装 然后呢 这个本子很厚的 打开之后 它是专为旅行主题设计的嘛 所以它里面有专门的做一些 可以让你填的一些地方 像有个地方 它会 这里让你写 你都买了一些什么 让你记账 你知道吗 然后右边是 你可以写一些checklist 你要带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说 在出行之前 让你填 你要去的目的地 啥时候去 然后你是做什么交通工具 然后你要去一些什么什么地方 这边可以记一些笔记什么的 然后里面内容很丰富的 这个我肯定要留着的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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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谁掉了就把谁出掉 就从这边先开始哈 这个是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用过的 middle里出的这个小方格的内液 全新的一个 这个没有外包装 没有外面的塑料包装了 我先给我自己留一本吧 然后这个是跟它一样的 但是留了塑料包装的 你看002的内心 这个可以出 002的内心 可以出 这个是跟前面一样 002的内心 可以出 这个是跟前面一样 002的内心 可以出 以上这一段不是回放啊 然后呢 013是轻量纸 轻量纸内心 我一直非常喜欢 我记得我也囤了不少 给我自己留一本 好 接下来这一种 你看上面带个这个白色条条的 这个全都是那个 画水彩的那一页 哎呦 我天 我一样给我自己留一本吧 Gamma系列的 Alpha系列 这一本里面的纸张是 Beige 自留 Eta又来一本 可以出 这个什么什么系列 留 Delta可以留 不现过了 那出 好 然后是一个全新的 一个限定TN的内心 是logon的这个小熊 我还有一个小熊本熊 这个挺好看的 留 我就一本 同一个系列的深蓝色的封面 留 这个是Prada的那一页 里面是浅蓝色的 跟封面一样的 也是Prada跟TN联名出的 留 这个也是Prada的限定的那一页 两边是不一样的封面 这个我做过开箱视频的 好 这个留 这个呢 是 Pew 这个是plus 普勒式 这个牌子出的一个窄窄的那种 跟TN一样高 但是比TN窄的那种小本子 里面呢 是浅蓝色的小方格的那一页 留 这个是用过的本子 看这里还贴了标签 好像是个轻量纸对 做过一些钢笔的试色 就是我以前做那个年度最爱的墨水 我在这个上面有一些试色 就是它这个纸张会表现 钢笔的墨水呢 表现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喜欢用钢笔去写写字 你可以去买一个轻量纸的本子 它会表现那个渐变超好看 然后你需要它显性的时候 它也非常显性 我特别喜欢轻量纸 那这个用过一定要留的 Lady Falcon家送的一个内页 这个黄色纸张的内页纸 它家的纸都挺厚的 还蛮能hold住的 这个我留着吧 这又是一个Lady Falcon 而且它家全是手工做的本子 也是全新的 紫色封面的 这个有点歪 这个我自己留着吧 这个应该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然后它里面是时间柄的设计 这又是一个什么TN的 TN自家的画画的本子 这个我用不习惯 这是一本全新的 它这个本子的侧面 还有一丝线 这个我出 这啥 我自己以前见过一个档案 这应该是2015年左右的事情了吧 妈呀 你看我自己有建一个档案本 就是我买了什么新的活页 我就在这个TN本子里面 去打个照片 贴进去记录一下 但是我应该没有坚持什么 你看我说吧 2015年 然后这个本子的一些小档案 你看 499块钱买的 在淘宝买的 下面有写一些 我当时这是怎么新路历程吧 买了这本子 这三个都是Fellow Facts 然后结束了 这充分说明就是一开始 你知道打鸡血 然后想说给自己建档案 然后就做了一次 后面就再也没有了 你看 再也没有写了 后面买了那么多本子 如果当时都坚持写下来的话 现在翻起来应该蛮好玩的 不过这个点子可以借给你们用一用 如果你有空 你想做这件事的话 这是一个黑色纸的 纯黑色纸的TN内液 这个我刚才留了一本了 那我出一本吧 这个是美国做TN的牌子 叫啥来着 哎呀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那个牌子叫什么呀 这也是纯白纸的一个内液 出掉吧 TN内心真是太多了 这是一个机场限定的内液 留着 限定的就这一个 这个是 这个牌子叫什么来着 之前有一阵子特别火的 Keep a notebook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来来来来 乐乐大佬 当年送给我的一个拼贴作品 乐乐大佬帮我拼贴的 怎么样 让我自己算是不可能拼出来的 这个牌子的就是 法国的一个文具品牌 它要做各种有意思的本子 之前一度天天看那个创始人 说要坚持不下去了 网上很多朋友伸出援手 好像给他们又救回来了 上面有这个 它里面的内液比较格式比较多样 有这个小点点的 也有白叶的地方 我还没有具体研究 应该怎么利用它 但确实它家的审美很在线 你看这本子做的好漂亮 我这个是在东京的文具展上面买的 它家有去出展 Beta 又一个Beta 这个有用过了 好久没看到这个本子了 可能是不是画完了 不记得了 很久没有在专门的这种TN的内液上面画画了 这是当时画的一些 这个本子应该是画完了 还有做翻翻看也想起来了 这是一个写完了的本子 然后这东京站限定的TN内液 我就一个留 这是一个京都的那个限定的 就是这个封面很漂亮 大家有注意到那个新闻吗 TN在京都要开家店 然后出了那个京都限定的本子 好好看 好想去玩 马德里限定 也很好看 搞了半天怎么全是留 这些限定就是 除非有重复的就愿意出 对吧 没有重复的就不愿意出 这是后来TN出的这个小点点的内液 以前没有这个格式的 026很晚出的 这个留一个吧 啥都是留 这个视频的目的何在 是给大家种草限定TN吗 谁才指 当时他出了027谁才指 我还没有试 我买了一本 一直想说试 我还没试 但是我已经听试过的人说 很不咋地 但是我还是留 对吧 说不定我觉得好用呢 这个留一个 我记得我有重复的 我当时是说买两个 可以回国的时候抽奖送给大家的 但是 就是后来也没想起来还是怎么的 那我多的那一份是应该除掉 还是留着回国带回来呢 请大家在弹幕里告诉我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小素材纸 你看 重复的吧 我把它放回袋子里面 我当时 就是这个视频 是一个开箱嘛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就有很多 这些限定的内液 我都买了两本 看过那视频的同学应该印象深刻的 那我先放在出这个里面 如果你们要求我留着回来抽奖 我就留下好吧 这个小本子也超好看 都是马德里限定的 这个是护照的 一会放到护照的一起 这个是重复的 我先放在出这个地方 keep a notebook的 journal travel的 好薄的一个内液 这个我应该就有一个 留一个吧 这个又是重复的了 我放到出这里 这也就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皮质的文件 加小文件的那种 其实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也就这一个 要不留着吧 这也是个啥 限定内液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 里面的纸张是 米白色那种 留着吧 这个是横线的内液 这个我除掉吧 横线我用的太少 这个是横线加方格 我这个好像用完过一本 这个我除不除 我除掉 keep a notebook 我以前用掉过好多本的 自填内液的 weekly diary 除掉 我再看一下前面那两本 我有没有必要留着啊 travel journal travel journal 台湾版 这个我要不要留啊 我打开看一下吧 里面是 就是有一些什么天下 让你去勾选一下 然后有小方格的内液 哎呀 除掉好了 就不留了 一本都不留了 这个我要留着的 这个好早以前买的一个 限定内液的 蛮好看的啊 这个封面 哎呦 天家的这些限定封面 真是把人搞死了 这两个都是电板 我就跟那个一起出好了 都是keep a notebook的 这又来了一个空白纸内液 没有外面的塑料包装了 没有用过的空白内液 我留着吧 然后这是一个泛美的内液 这块是留着的 我再放回去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然后我再拿剩下的过来 好我回来了 现在天色怎么有点暗了 我的天哪 那个我不是有四个书架吗 每个书架上面大概是有六排 就是整个今天视频里展示的东西 这是一排上的 我都我绝望啊 有一点绝望 好我们来看一看 这最后剩下的 首先是一个这个365这个牌子的一个本子 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有没有名 但是我不是太推荐这个本子 它真的非常的透 就这个我就自己留着吧 你看它写了之后 你看正面是这样子 然后背面是这样 然后透到下一页 我就非常之惊讶 这也是个日本的牌子 好像就不太 反正日常不太见到日本的本子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用过的TN的护照 护照本 这个封面是我自己贴的 用贴纸 这个是国产品牌PaperMood 也是像野账 或者像Hobo Wix一样的一个 这种薄薄的小本子 然后里面是这种小方格的那一页 这个看着做工什么的还是蛮好的 然后也是布面的 这个我留着 Moskin Beatles的一个口袋本 这个Moskin的这些 其实我可能用的会更少 但是我应该买的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 这个也是限定的 卖的 就主要其实是买联名 买封面这样子 我先留着好不好 然后这个肯定是要留着的 这个都皱掉了 94分之三站台的一个本子 里面其实很普通 就这种 真的不知道啥时候会用到这些本子 但是这个又很特别 这个上面都是凹凸的这种 又很喜欢 怎么办呢 先留着 先留着 然后大家如果对我有什么建议 因为我没断舍离过 你们给我建议 我都会看的 我再根据大家提的建议去调整 这两个也是take a notebook 然后但是这个尺寸 它就是又不是护照 也不是标准本 我先把它们放在要出的本子里面 看看它们有没有人适合用这个尺寸的 然后这一套的都是TN的内页的尺寸 但是它们都是末格出的 国产的 都是末格出的 每一个里面有不同的主题 这个是品牌当时寄给我的 我一直都没有用上 这个也可以在群里问问 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这个你看我拆过的这一本是阅读这个主题的 它封面做的还蛮好看的 阅读这个主题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那一页 阅读打卡 然后有问你一些 就是你知道一些基本的 关于你读的这本书的一些信息 我先把这些放在要出的这个里面 到时候我去群里问一下 新书尺寸的MD家的这个薄册 我当时有在里面写一些to do list 就是我当时有一点类似写 Bullet Journal 我就没有用任何有日期的本子 我又自己在这个本子上面 每天一页这么在写 大概的翻给你们看一下 当时的to do list 就是我现在用在Hobo Nietzsche上面的功能 当时有一段时间 我都写在这个本子上面 还蛮写的蛮舒服的 因为MD家的纸 我用了好多 就也非常的习惯用起来 当年在下还是个爱拼贴的人 我的天哪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结束 这个本子用完了 这是一个用完了的本子 这是剩的一点点Life 这个剩输尺寸的内液 这肯定留着得了 又是一个这个 天哪 又是一个这个 这太显眼了 我买了多少份呢 方眼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用 最喜欢用的一个格式 就是方格 然后Life家的这个火焰提心 我特别爱用 以前吞的多 这一份是完整的 应该是没动过的 出掉吧 我还有这两个呢 这两个加起来差不多 好 这个我留着 达芬奇家的空白的内液 他家这个是很薄很薄的那种 能写钢笔的纸 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也用的剩的不多了 我自己留就吧 这是一些散纸 我放进Life那个里面 这个就是 这不是Life的 这是哪个拍子的 等一会儿 这个可能是那个 马鲁曼和蒙尚合作出的 那个马鲁曼的纸吧 这个可能是 Life是比较偏黄的 这是哪来的 我天呐 太尴尬了 好 Prada的护照本 这个我要留着 我就一本 这个呢 是普通的护照尺寸的 小方格组的那个闲置群里 有人要护照提心的 我先把它放在初物里面 日本的活跃品牌 NOX家的这个 空白的 空白的内液 这个我自己留着吧 你看都这样了 我的妈呀 留着吧 这是我在淘宝买的 这个牛皮纸内液 和黑色纸内液 这我各留一份就好了 其他的我放在初吊里面 这是一个限定TN内心 刚才是不是有看过这个封面 还是没看过 自己记不住了 这个我就先留着吧 这个是一个牛皮纸内液 给你们欣赏一下我当年画的画 好的 好嘞 很棒 哎呀嘛 天热 哇哦 这是我画的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Oh no What is going on 我当年好像也现在画了这么多人 真可怕 天哪画了多少啊 这是 我还挑战各种人呢 我真的厉害了 Oh my goodness 好好好 这个反正不可能出掉 我就自己欣赏吧 这也是一个Lady Falcon的内液 然后它是那个 新书尺寸的 这个有点多 出掉吧 这Prada的小内液 留着 这个是logon的限定 护照 TN的内液 这个是我在日本女子文房剧 那个什么叫啥 他怎么闹段落 就那个展上面买到的 也是Life跟别人合作的 也是这个Life 然后跟别的品牌合作的两个方形的本子 我当时挑的封面 它有好多种封面 我挑了这两个 这我肯定留着呀 文具女子博 对对对对 这是当时有去现场呢 就会送你这样一个小本子 因为那是一个墨水专长 所以就送了你这样一个小册子 让你记录每个墨水的试色 就留着吧 这个是一个限定的封面 不 限定的护照尺寸的内液 留着 这个不是有多一本吗 这个我有放在出里面吗 反正是重复的 我放一本在出调里面好吗 这个又是跨万石 之前我们展示的本子 同一个系列的 这个是A6吧 然后里面也是85克的纸 这个纸张非常棒 但是它的内液有点深 有没有觉得 这个格子有点太深了 这个我也出调吧 看谁有需要 放在出调里面 这个也是跨万石寄来的 这是一个方形的本子 然后呢 里面的纸张是白色 封皮是这种 有一点软 它不是完全硬壳的那一种 一个方形的本子 可能比较适合画画 拼贴还是干啥的 这个封面摸着超舒服 是那种融融的感觉 反正这个本子摸着质量是蛮好的 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的本子 其实质量满一般的 但是就是这个封面太让人喜欢 做的这个 这个我留着吧 怎么办呢 这俩是限定的Rodia 这个我肯定留着的 Rodia的本子 我用的还是蛮多 这是Paul Smith的联名 你看这个封面也好看 我以前用掉太多Rodia的本子了 我天哪 现在现在天好黑呦 赶紧把这最后一个说完了 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这才弄了书架的一条 我天 这个系列 我得更多少集啊 为什么我的桌子 变成这样子的了 Why 最后一个本子呢 是Maluman的记忆女神系列 这是我写的 我什么时候在里面写了字 它里面就是这种方格的这样子 记忆女神系列 一直非常喜欢啊 这个我留着了 就留着留着留着 好 我自己决定要除掉的一些 在这儿 这样一摞 加上 这样一摞 这两摞是我决定要除掉的 然后我再统一的看大家的意见吧 看看弹幕里面 你们还说有什么是我应该除掉的 不要被心魔抓住 不要这个对吧 就是太贪心这样子 我会审慎的考虑你们建议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断舍离文具的 第一篇 这视频完全就是为了 督促我自己做件事而录的 我就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因为一点文具的聊闲天 有被娱乐到吧 期待你们给我的建议 本子都还没弄完 下次继续弄本子吧 要不要硬张 下次再看吧 本子真的还有好几条呢 我的天好可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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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